我們今天來上反卷基層 這個就是一個新的層 就是之前我們的神經網路 通常都是一個由大變小的過程 什麼叫由大變小的過程呢 舉例來說你一開始的影像是28x28 像這個就是LENET這樣子 再往上越縮越小 變24x24 這邊12x12 後來這邊6x64x4 之後就是一維向量直接出去了 這個是我們現在 在今天以前所學到的一個網路架構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遇到的問題就出來了 那到底深度學習 這樣的一個技術可不可以產生一張圖片 你們覺得可以嗎 你們一定覺得可以嘛對不對 甚至可以產生一個影片嘛對不對 所以勢必我們必須要有其他的工具 來建構這個深度學習網路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反卷基層 那在做反卷基層以前 我要先教大家一個非常特別的神經網路架構 它叫自編碼器 自編碼器的訓練流程是這個樣子 這個大家可以仔細聽喔 這個就是跟之前你認識的深度神經網路都很不一樣 自編碼器是什麼咧 正常來講我們一個input進來 就是一張圖進來 我們的神經網路基本上 我們現在要給它一個名字叫incorder incorder是編碼器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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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分類任務 是一堆 是32個數字 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影像 都被你壓縮成了32個數字 然後你想要用這32個數字 去建立一個邏輯式違規 或者是建立一個support victim machine 或者是建立一個其他機器學習的方法 去做分類任務 這件事情對你來講是不是很容易 我阿順在座大家都會覺得這件事情很容易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神經網路它本身 其實是在幫助我們把圖片變成code的這個過程 所以它用incorder incorder就是編碼器的意思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今天如果直接用這個code 然後進行classification 或logir regression的話 那這就是一個標準的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嗎 之前我們學的都是這個樣子 那製編碼器比較不一樣 這個 一個28x28的圖片 經過incorder之後 我們假設 它變成了32個數字 好了 這是不是比原來的28x28 784 數字少得多 這是不是有種壓縮的感覺 那怎麼樣叫壓縮呢 壓縮的反面就是它是可以還原回去 不然怎麼叫壓縮呢 好所以咧 接著這32個數字 又會經過一個decoder 這decoder也是一個神經網路 然後再還原成784個數字 784個像素的數值 然後我希望這兩張圖完全一樣 所以這個神經網路啊 非常的特別喔 就是你中間的架構只要設計好 那input就等於 output 因為它 它目標就是壓縮再解壓縮 你只要把它設計成中間是比較窄的 那 你就會強迫它 在中間把 想辦法把784個數字 變成可能 32個數字 或是16個數字 這樣資訊量就會變少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然後 接著decoder會把它再還原回去嘛 對不對 然後強迫神經網路 在 經過這樣壓縮的結構之後 input還要等於 output 這就是自編码器 training的時候可以一起training incoder跟decoder可以一起training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到這裡為止大家有沒有聽不懂 應該都覺得很容易懂 對不對 這個概念是很容易邏輯的 很容易懂 好 我跟大家講喔 從這節課開始 我再也不會教大家理論 我都會教大家怎麼樣去建構一個神經網路 然後可以做一些神奇的事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自編码器 這是很神奇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啊 就是我們就直接把data給它讀進來 好 直接把data讀進來 好 這個今天是 Lessonate 好 請你有下載資料的 你就自己下載資料 這個我們就 我們就不管了好不好 然後 請你把它改成 trainingX跟testX 然後把它寫出去 這件事情如果你之前就已經做過了 你就不用重新寫出去一次了 好不好 反正就是你有training 你有test 對不對 好 接著 注意 這是我們第六課的 那個 Iterator 但是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 在第六課的時候 我們的 Y 它是數字幾 對不對 0 1 2 3 4 5 6 7 8 9 它是十個數字的其中的數字 我們本來的Y 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現在仔細看 我的Y就是X 我的Label本身就是我的Data 這一行的意思就是 我把X丟給Y嘛 對不對 所以 現在我的 這個 Iterator 它輸出的Label 跟輸出的Value 是一模一樣的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Iterator把它 複製起來 好 請你在這裡要給它正確的 Pathway 喔 Source 好這裡 這裡你不想貼就算了 這裡不是很重要 這裡不想貼就算了 好那接著我們來定義一下 Model Architecture 這就是關鍵喔 我們這裡 你看我們這裡 我們非常胡實無法 我們完全不使用Convolution 為什麼咧 因為我怕你覺得我作弊 來你看喔 Data的Input是 多少的大小 28乘28乘1 對不對 所以784對不對 784 先經過一個Fully Kinetic Layer 變128了對不對 128再經過Radio 然後接著 再經過一次Fully Kinetic Layer 這就變32了 所以 Encoder的Output只有32個數字喔 等一下你們做實驗的時候 你們可以再兇狠一點 把32改成8 這樣就是壓得更小 這樣可以聽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 Encoder的這個輸入 下一個Fully Kinetic 它就還原回來對不對 還原成128 FD3 Ready完了之後 再丟回 最後一個Fully Kinetic 又還原回784了 還原成784之後 再把Reshape成28乘28乘1 這樣子 這一個Decoder 就是一張圖了嘛 對不對 好所以 這裡我用的是一個 非常 乾淨的一個網路 這網路沒有什麼奇蹟影橋 都是 大家最熟悉的 這個 神經網路的Layer 然後 我就要來做 壓縮解壓縮的任務喔 好 接著Label出去之後 那個 Label 那個 Data跟Label Data跟Pred... 那個Prediction跟那個Label 它就是用那個 那個 M2Arrow 來做這個Loss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太難的地方 我把它複製起來 好我們繼續 繼續貼 好那接著 來接著定義這個優化器 好然後接著訓練模型 好等一下大家 這個試著 要改的話 試著改這裡喔 就是你把它壓縮的更小 那你不要把它擴增喔 你不要七八四都把它變成什麼 八九百喔 這樣 這樣對神經網路來想 事情就變得非常簡單啊 我就一直繼承那個像素下去就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Autoencoder 它要 trainable的condition 是中間要 中間要去變窄 要變窄再變寬喔 好 好我們training 來 這個應該training蠻快的 或者我給我這個 呃我們來看一下 喔這個 沒關係我等一下再給大家實驗 好不好 好就是 我現在把時間還給大家 大家要做到這一步 要開始training 不過training我看一下 好 就是training的話 我希望大家就把它弄32 有些人可以用小一點的數字 然後你這邊做完了之後啊 你可以 複製這一大串 我可以跟大家 上面是原石圖像 原石的抽取數字 這邊是還原的結果 這邊是還原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這個模型是不是 看起來它反應度還蠻高的 然後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練習衣就來了 練習衣你們可以直接貼答案 因為我們現在這堂課 不要求這個 不要求這個寫程式嘛 對不對 我們希望大家懂 所以你可以直接貼答案 可是直接貼答案的時候 我希望你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你看我的模型是 我的 你覺得 我們的那個模型啊 是 就是 中間的那個code 是不是32個數字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 隨機的給 隨機的給那 給decoder 32個數字 然後讓它想辦法 還原成一張圖 你如果直接丟給它的話 你會看起來像這個樣子 你看起來會像這個樣子 那 那 請你試著 做一件事情 就是 等一下 我想要跟它做個實驗 就是 這裡我是用32 對不對 還原出來的圖片長這樣 還原出來的圖片長這樣 這看起來像數字嗎 不太像對不對 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規定一下 誰要 誰這裡的數字要趕幾 就Arctitial這裡的數字趕幾 好來 要改成2的舉手 2的先 沒有人舉手 那就邱邱啦 邱邱你舉著手 你剛剛有舉著手 我看出來 你改2喔 你把這個數字改2 這樣可以嗎 你把它數字改2 你也把這個數字 稍微改小一點好了 不要128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64啊 或是32之類的 好不好 但你這個數字要改2 下一個 誰要把這個數字改4 好 誰要改8 好 好就你 16 好就你 那你們三個 你們三個是什麼意思 好那16嘛 那你就 你32我已經做過了 你不要做好不好 你做64 你做128 你做256 這樣可以 啊你256 不要128變256喔 你相對的改變 好 好那我們現在 在我們做之前 我們大家猜一件事情 大家覺得 你們所有 所有人做的事情 都是一樣的喔 但是我想要知道的是 你們覺得 數字 那個數字越大 這個會越像 數字 還是數字越小 會越像數字 先猜一下 認為數字越小 認為秋秋會獲勝的 秋秋 解出來的 會越像 數字的 請舉手 欸師傅 只有一個人 那認為256的會比較好的 請舉手 好 我們不劇透 我們看實驗結果 好 把時間還給大家 好我們剛剛要 那我看大家都訓練的差不多啦 對不對 只是有很多人 很多地方不會改 我來跟大家講 多少細節要改 首先 你這裡改了 你這裡改了以後 那你相對應的這裡也要改 這裡也要改 這數字也要改 這改完了以後 這裡也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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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那最後 這個是 壓縮32 出來的這個圖片 大家覺得這個像 數字嗎 不像 對不對 可以嗎 欸師傅你 發到群組了嗎 來大家仔細看自己的line 大家看自己的line 可以嗎 大家看一下自己的line 來這個 這個 你們覺得 王師傅訓練出來 這個比較像數字 還是你們眼前這個比較像數字 講一下 老師訓練的比較像 還是王師傅訓練的比較像 大家講實話 摸著良心講實話 快點 一定要比一個啦 好不好 哪一個比較像 line上面的比較像 大家同意嗎 大家同意 吳予德館最誠實 我也覺得上面的比較像 那我剛剛說 這個 秋秋 那個跑去拿 飲 那個便當了 拿水也沒有做嘛 對不對 麻煩我來做了 我做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更像 這是二的結果 所以數字 壓得越小 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命題來 這個數字壓得越小 這個數字壓得越小 從這裡到數字 效果就越好 為什麼會這樣咧 太神奇了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好 我跟大家講 原因是這個樣子 你自己想想看 你們如果要 你們如果 把數字 我們剛剛這些數字怎麼產生的 隨機產生的 對不對 隨機產生的 隨機產生的 隨機產生的意思是什麼咧 這裡是隨機產生的 對不對 隨機產生的意思是什麼咧 今天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 如果我現在在壓縮的時候 你現在思考一下我在整個樣本空間裡面 我在壓縮的時候 我只要確定 0 都到這個點 1 都到這個點 2 都到這個點 依此類推下去 對不對 然後 Decoder 只要跟他合作 只要在這裡的 我就把他還原成0 在這裡我就把他還原成1 那如果 那中間有一大片空白 有沒有關係 會不會影響他們倆合作 我找一張圖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那張圖是在這一刻 還是在下一刻 來 如果他把 一個0 打到 一個空間裡面 你們覺得 這些就是 他合作嘛 這個他就要還原成6 這個他就要還原成0 這樣依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嗎 那你們如果覺得 隨機的數字在這裡 你覺得他還原了回去嗎 他還原不回去 他看起來就會很亂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你把 數字改小的話 你就相當的強迫他在一個狹窄的 向量空間裡面 他一定要妥善利用那個空間嘛 他就勢必會把所有的 壓縮的時候都會把一個 就是 coding book 然後放到那個狹窄的空間裡面 那你就不容易 你在這個狹窄的空間裡面 亂 隨便給他一個數字 然後讓他生成圖片的時候 他就通常生成的回去 一個比較像你想像中的東西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件事情是 那個 就是 圖像生成模型的本質 你們現在應該都看到那些 這open ai新出 不只open ai 反正就是現在 打一堆 這個 那個 就是 打一堆提示詞 然後產生一個這個 就是產生一個這個 就是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為什麼不去拿變大號 要產生 那個 提示詞要產生 就是要產生圖片 這個效果是不是就非常好 對可以齁 他的理解 他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所以會不會有兩個完全一樣的圖 那很難 因為你要數字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吧 你要跟training的那個data 的編碼完全一樣 他才會生成一個完全一樣的圖 可是會不會生成一個非常類似的圖啊 一定會 一定會生成一個非常類似的圖 他是創造不出來的 這樣可以嗎 好這件事情原理很重要喔 好那我們回來 我們繼續來上課 好那練習一還有一個 這個decoder模型還有一個用處 就是 autoencoder模型 除了壓縮解壓縮以外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應用 其實沒什麼應用價值 他有一個額外的效果是 你如果給他一些雜訊 他可以把雜訊去掉 為什麼他可以把雜訊去掉 因為當你的模型訓練完了以後 剛剛不是說 你的模型會透過壓縮 encoder 把他丟到某一個地方去編碼嗎 那你覺得他當初有學到亂數什麼被編碼嗎 一定是沒有 對不對 因為他資訊變少了 他本來是784個像素 他後來變成32 甚至變兩個像 兩個vector 長度為2的vector 然後去描述那個數字 他勢必是要損失資訊的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會優先損失什麼資訊 他一定優先損失雜訊 優先損失筆劃不對的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他 Autoencoder 還可以拿來做 壓縮解壓縮模型 還可以拿來做 去雜訊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這個模型 真的是非常特別 好接著我就要教大家 反卷基層了 剛剛我們講 我們以前教的是卷基層嘛 對不對 那剛剛我們做還原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 那個 Foly Connective Layer 你用Foly Connective Layer 就代表說 你其實沒有利用到視覺結構 對不對 好 那 你要把圖片變成向量 這件事情 你就是用卷基層 這件事情我們會做 這個沒有問題 那 反卷基層就是 再把向量變回圖片 如果沒有反卷基層的話 現在那個所有的什麼 就是 什麼 就是 圖像生成模型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walk 這樣可以齁 好不過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 我們今天demo的 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圖像生成模型 關於圖像生成模型 即使在我們這個學期的上課 都還有三堂課會繼續教圖像生成模型 包括下一節課 然後後面拿兩節課 我現在有點忘了 但還有兩節課 那 甚至這學期的課全部都上完了 我們都還沒有涉及到 現代圖像生成模型 他們真正使用的模型 因為 反正越後面越複雜 我們就教到一定程度的複雜 能夠了解原理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反卷基 反卷基材它怎麼做的呢 本來在卷基層 你看它們兩個 這個圖你告訴我說它是卷基層 我們也是可以同意 就是下面的掃描之後變成上面的Future Map 對不對 它現在變成 我利用這個Future Map 然後把它拼回 把它變成一個 這個三乘三的 三乘三的數字 那它如果重複了怎麼辦 重複了就加起來 注意這件事情 重複了就加起來 所以 如果你使用反卷基層的時候 對這個像素來講 是不是有三個地方的Future 會給它Value 所以它的數字是不是比較大 那對圖像邊緣的數字 它就會比較小 所以這會造成什麼特性 圖像邊緣應該是很模糊的 沒有意義的 不過不會差很多 因為圖像邊緣可能只有兩個像素 你應該幾乎感受不到那兩個像素的差異 這樣可以嗎 或者是那我就故意生成一個大一點的 我就故意生成一個 我本來是要 我希望的Output是1024x1024 那我一開始就生成1200x1200 再把它剪回來就好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這個是圖像 這個是De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實際上怎麼做咧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typical的例子 X長這個樣子 X長這個樣子 X是123456789 我們經過一個2乘2的filter 這個filter長這個樣子 -1 0 0-1 讓它經過反卷機了以後 它長成這個樣子 你仔細看 你看 -1要先乘以-1 1 1這個格子 是不是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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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貢獻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邊有-1 0 0 1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 在這個2這個數字 4這個數字 是不是在這幾個格子都有貢獻 所以來你看噢 -4 0 0 0 正4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 接下來 這幾個格子是誰貢獻的 是7貢獻的對不對 -7 -7 好所以直接是-7了這樣可以嗎 -7 0 這個-4的意思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去夾他嘛 對不對 0 7 ulse 所以我們在這個-4怎麼來的 這個-4是因為這邊還有一個8在貢獻他對不對 所以剛剛這裡4 這裡是不是給了這個數字是不是4 當然8在這一格是不是-8 所以他們兩個加起來變成-4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反卷基層 反卷基層是他的運作邏輯 我希望你們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那這是stride等於1的狀況下 stride等於2的狀況下就直接把它拼好 這個非常容易可以理解 就是這邊就是一個1的嘛 這邊就是4的嘛 這邊就是7的 這邊2的 這邊5的 這邊8的 這邊3的 這邊6的 這邊9的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反卷基層 反卷基層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那如果我們用個複雜一點的例子 這個我們就不大家看了啦 反正這個大家可以回去試一下 你如果不是很了解反卷基層 你真的很想了解他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程式的部分 看一下他怎麼做推理的 好那 我這邊就不大家解微分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本質是線性運算對不對 所以他本質就是convolution layer 跟convolution layer的微分很像 就是你要先reshape reshape了以後 線性運算 所以 他就跟Fully Connected 完全一樣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新的結構長這個樣子 大家仔細看喔 現在你必須非常清楚 這個data的input size是28x28x1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經過7x7的kernel 掃過以後 然後他的tride也是7x7喔 number filter是8 他的output的size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原本28x28x1 經過這個convolution no layer以後 他的size應該變成什麼樣子 來平威 可以嗎 剛剛一時之間沒有專心 沒有辦法 喔 師父我可以嗎 X8 好 可是他這邊tride是7 而且這兩個完全一樣 所以應該直接處理7就好了 所以出來應該4x4x8 可以接受嗎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因為我們在設計 autoencoder的時候 我們數字是不是要變小 來 4x4x8是多少 128x4x4 128x4是不是比本來的7x8x4小 所以這樣設計是合理的喔 你不要把它變多喔 變多不行喔 好 接著經過reliu reliu大概沒什麼了不起的 接著再來 再經過convolution 剛剛是4x4x8對不對 再經過這一層 來 平威 你可以回答了吧 output size應該長什麼樣子 本來是4x4x8 經過這一層應該長什麼樣子 王同學你會嗎 2x2x16 可以嗎 他講的是對的喔 所以變64嘛對不對 128x2變64 這樣可以嗎 平威你有辦法議會嗎 你講的是對的 好 再往下 再經過一個 那他就剩32啦 因為你2x2直接被他卷完啦 他就變32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 這個結構是有變窄的喔 我們在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很重要喔 你結構一定要變窄喔 如果結構沒有變窄的 autoencoder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直接 直接朝前面的答案就好了嘛 他就沒有必要壓縮了 這樣可以嗎 好這件事很重要喔 好 deconvolution回來勒 deconvolution的結果就是跟剛剛的反 剛剛現在是1x1x32 deconvolution完之後就變2x2x16 接下來4x4x8 最後 28x28x1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樣是walk的喔 這樣是walk的喔 可以重新再做一次 好做完了之後 我們直接這個 如果我們直接還原的話 你會發現效果差不多啦 而且效果不但差不多 而且因為你剛剛用的是卷積核 所以你的參數是比較節省的 卷積核的參數比較節省 這個我們現在應該都知道了對不對 所以你新的網路啊 他只需要5960個參數 剛剛那個foricontentic layer 他需要10萬多個參數 這個節省了很大的空間 好 那這裡我們就 我們等一下你們自己試就好了好不好 就是 好那 練習2 練習2我看 我們今天剛剛第一個walk 我覺得花的時間有點久 我看練習2我們直接跳過好了 練習2主要是要 請大家讓大家更了解反卷機 讓大家更了解反卷機 那如果你對反卷機 真的對反卷機 有著非常想要了解他 那我希望你可以看一下練習2 否則 我覺得你直接用mxnet 你需要用反卷機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layer改成deconvolution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用套件開發就是有這個好處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怎麼 就是他到底要怎麼做的時候 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用這個壓 就是反正你就需要用壓縮 就是你就需要回來這裡 然後學習反卷機到底是怎麼做的 這樣可以嗎 好那就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上下一個部分 在下一個部分啊 我想在training 完了以後 我們來先training 完好了 encoder encoder在哪裡 這邊做完之後 encoder呢 喔 encoder在這裡 所以我的 encoder的網路在這裡 好我們等一下跑完 大家看我到底做了什麼事喔 好這個是我的 encoder 然後我把 encoder的 input 把它弄進來 TestX TestX找不到 我剛剛沒有讀TestX嗎 他不是找不到我來看一下 他不是找不到我來看一下 TestX還沒有壓還沒有這個 我剛剛TestX在哪裡了 這個TestX這邊應該會有 這邊應該會有前面有TestX啊 可是我這邊有reshape耶 可是我這邊有reshape耶 好算了我自己也 我不知道那一串語法跑到哪裡去了 就是我要先把TestX的shape改成 應該要先T 就是他這個有點複雜耶 就是我要先把它改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要把它改成 28X28X1X16800 我要把它改成這樣我才可以用這個函數耶 我才可以用這個 我看一下 對啊我這樣才可以用耶 好我用完之後來 我用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Zipcode是什麼東西啦 這Zipcode是16800X32 就是我總共有16000多個數字嘛對不對 每個數字有32個Zipcode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數字是多少 這是第一個數字 選擇出來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啊這是第二個數字 這是第三個 這是第四個 好 他們都不太一樣嘛對不對 好為了要讓他視覺化 我現在是32啦 但是如果大家 這個回去想要改的話 可以把32直接改成2 這樣就不用經過這個壓 降維的過程 我們在這邊降維使用的是 組成分分析 這叫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這個研究生都不會啦 好不好 你們 研究生你們應該不會吧 沒有上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們 你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們把一個 這樣的一個 N乘以N的一個矩陣丟進去給他以後 他會出來的結果 他運算完了之後 他的這個Score出來的結果 就是 還是M乘以N 還是M乘以N 他運算起來沒有改變嘛對不對 可是他會把最有information的東西 就是大家便利最大的東西 把它往第一個去丟 所以你只要畫出第一個 第一個component跟第二個component 你看到的就會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先把他清空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當然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雖然我剛剛 在training的時候 是沒有給他Label 我沒有給他Label 大家應該都同意嘛 對不對 可是你們有發現0 0為什麼他就被聚集在一起 你看0就被聚集在一起 對不對 那1呢 1也被聚集在一起 然後咧 這些 這個顏色是什麼 2 2跟什麼 有點混在一起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這個 我這個 這個眼睛 我好像 我有點受不太了 好像3吧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每一種數字 好像被 好像被自動的歸類在一起 雖然我根本就沒有Label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你們現在仔細看哦 你們覺得 2跟3的接近程度 是不是比1跟2來的接近 為什麼 因為2長比較像3嘛 那他們是不是離0也很遠 所以0最特別的 你看0會跟誰混在一起 0會跟6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6跟0就真的比較接近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我這邊想跟大家講的事情是 你們想一下 壓縮解壓縮的模型 它會附帶什麼效果 它附帶的效果就是 它要去無存晶嘛 對不對 今天它絕對不可能 把本來784個數字 在資訊都沒有損失的狀況之下 傳遞給後面的這個網路嘛對不對 因為它會被壓成32嘛對不對 那它在壓成32的過程中 你覺得它會怎麼去學習 它可能自然就會歸類 這些數字都長得很像 雖然我沒有告訴它這是0 但是這些數字都長得很像 所以我應該 我應該先對這些數字做一些簡單的分類 然後給它一些相同的特徵 然後之後再來根據它的一些小特性去做微調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嗎 有聽懂嗎 所以說 我雖然沒有用label 我雖然沒有把label給它 我完全就是只是讓它 training 跟model 讓它的input 等於output 結果它的高階特徵 居然就 根據label 有一些cluster 那這件事情我們可以怎麼利用它咧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覺得搜集沒有label的data的容易 還是搜集有label的data的容易 一定是沒有label的data的容易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搜集很多很多手寫數字 搜集很多很多手寫數字 然後我先把它training一個 就是training一個字編碼器 通常這種不需要label的training 我們會叫它unsupervised learning 字編碼器就是一個unsupervised learning 然後接著 我再把它的權重繼承 我繼承它的權重 那我再來做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我們前面的分類模型 這樣你們覺得它是不是可以拿來做transfer learning的一個 baseline model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當然你們這一次很多人要報的paper 很多人要報的paper 基本上很多人喔 基本上的paper都用了這個原理 像是你 就是你 沒有錯 你就是用了兩個unsupervised model 去support supervised learning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是一個很常規的做法 對不對 只是說 我們要學習的就是那個unsupervised model怎麼設計 你看我今天是不是 我這樣教完之後你們是不是會覺得 喔這個是有道理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有很多unlabel的data 你們應該要用auto-import 先做pre-training pre-training完之後再來看結果 好我們這邊來做實驗 我要做什麼實驗呢 來 我需要把我們的data 我需要把我們的data 把它 直取500份喔 直取500份 這樣我的這個subtraining data 裡面 是不是只有500個 有label的data 這樣可以嗎 我只有500個有label的data喔 好 那這 接著我就可以 接著我更新我的iterator 這是第二個iterator 我的iterator在這裡 我的y不再是x喔 因為我用的是subtraining data 我的這個y就是label喔 所以你們知道我要做什麼事了吧 我先用fullsample fullsample大概兩萬六千多 我先用fullsample做 autoencoder 做完之後我用一個只有500個樣本的subsample 但是它有帶label 然後我要來training 看看沒有autoencoder輔助之下的準確度 就是直接500個sampletraining的準確度 和我先用autoencoder做onlabeldata的pretraining 然後把它的權重繼承下來 這就是transferending了對不對 然後再同樣用這500個sample去做 看準確度會不會上升 猜一下會不會上升 會 會 當然是會啦 好不好 我剛剛鋪陳了半天 邏輯講成這個樣子 如果最後是不會 那怎麼還叫上課咧對不對 不過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做實驗這個結果是想當然惡 那我想要跟你講的是 你要記住那整個邏輯 因為你們的paper要報告的時候 你們一定不可能去實現那篇paper的結果 程式能力也跟不上 裡面的數學也很複雜 可是你們必須要有能力 把那篇paper所提出的核心概念 像我這樣講出來 你們對大學生來講 只要講5分鐘 研究生要10分鐘 因為研究生的paper這樣應用 這樣可以嗎 大學生每篇paper只要講5分鐘喔 所以5分鐘的意思就是 我剛剛把那些東西講完差不多就5分鐘了 你們只要把核心的概念講出來就好 至於結果 結果不用秀了 結果如果沒有效的話 我也不會叫你們報了 那邊paper也不會發表 這樣可以了解嗎 你們只要把核心概念講出來就好 好然後接著 我們用同樣的結構來進行實驗喔 好來training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 這個model 他跑得很快就正常了 因為他只有500個sample阿 好不好你不要羨慕好不好 不是我的電腦比你厲害 我們是用同樣的電腦 我現在確認了我們真的是用同一台電腦 好不好我們的GPU是一樣等級的 好來 來預測一下看一下結果 好 看到了嗎 test accuracy只有0.72 因為只有500個sample阿 他不準是正常的 好不好 你看 你把它print出來以後 這個看起來是不是真的差很多 是有一定的準確度 但是這周邊還是蠻多數字他判錯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來 來 接著 我把我剛剛training的那個model 的結果把它繼承下來 就是我剛剛的那個encoder model 我把他的結果把它填回我們的這個 這個parameter裡面 然後我再讓他training 來注意喔有幾個指標要看喔 剛剛的loss是從0.23開始下來 一路往下 然後 大概到30代的時候是0.08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loss這樣超級快對不對 為什麼他loss這樣超級快 因為他一開始就已經wtraining了 他一開始就已經wtraining了 所以你看他loss這樣超級快 這樣很快對不對 來看一下準確度是多少 你看0.83 上升了10% 我只用500個sample 我這邊只是很直觀的給大家一個demo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想要training一個model 然後你有很多unlabel的data 你可以用 autoreporter 來給你的model做輔助 這樣可以嗎 unlabel的data的取得容易程度 真的比label的data高太多了 容易太多了 ImageNet 李飛飛總共花了好像兩年的時間 兩年還三年的時間 建立了100萬張有1000個label的data set 對不對 你們覺得上網要爬100萬張 不要講100萬 上網要爬個1000萬張的圖片 有這麼難嗎 太容易了吧 對不對 不要講1000萬了啦 一億都覺得很簡單了 現在要找unlabel的data 那一億 那甚至可能要用一兆來算了 不是用一億來算了 太容易了 這樣可以 好 所以 這邊我們 學習到了 我們學習到了什麼呢 我們學習到了這個 就是 Autoencoder 他原來還可以拿來做cretraining 好 所以練習3我們要做什麼事 練習3我就希望你們練習了 練習3是 剛剛我們的model 自編碼器 他有一個 前提 他有一個很討厭的前提 那個前提是什麼 你圖片原本是七八四個像素 你中間一定要變小 之後才能放大 如果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個Autoencoder看起來是不可能被training的 對不對 是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不然他就 他幹嘛學習壓縮咧 他直接把原來的數字傳過去就好了 就是他一定是一個 由寬而窄 再回到寬的model 可是這樣是不是限制了我們的filter的數目 這限制了我們的filter的數目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正常的 一個常見的 捲肌神經網路 他這裡不應該數字那麼小啊 他應該什麼16啊 32啊 128這樣一直下去啊 這樣懂有意思嗎 你看喔 同樣都是用500個sample 同樣都是用500個sample 我現在只是把我的網路變大喔 我只是把我的網路變大 就是我training的model 3 我只是把我的網路變大 然後我再預測 我的準確度就比剛剛 使用unlabeled data pretrain 的小網路來的更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大網路還是有他的優勢的喔 我們來看準確度多少 0.82 好啦至少比剛剛0.72高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沒有到0.89的水準 但是有比0.72來的高嘛 對不對 好我告訴大家 這就是大網路的優勢 所以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等一下大家可以貼答案做實驗 但是在做之前我們先猜一下 我現在想要叫你們就是 大網路比較好 所以我在做Autoencoder的時候 我想要放棄Autoencoder的原則 我就讓他中間多一點沒有關係 就是由窄變寬 再變窄這樣的一個Autoencoder 那你們覺得這樣的model做pre-train 如果我用這樣的model做pre-train 我才能提升 我500個sample training出來的 準確度嗎 我們先做個民意調查 在我們做的時間以前 覺得還是可以的舉手 覺得還是可以的舉手 覺得不可以的舉手 阿身家人都沒有意見喔 怎麼只有2比1啊 好 你們心裡面應該自己有個答案啦 好不好 我們等大家做完實驗之後 我們來揭曉 看看結果如何 好不好 我請你們親手做實驗喔 不要 你們不要親信這個 就是PT上面 就是我們的老師上課的講義上面寫的東西 你們要親手做實驗 可以嗎 我們給大家20分鐘的時間 來做一下實驗 把時間給你們 好 我跟大家講結論 好不好 結論是 如果按照我們今天的結論是可以 那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 提升準確度 照到底來講 我們的Autoencoder會亂傳統 為什麼可以提升準確度 為什麼呢 你們有人可以想得出原因嗎 剛剛說不可以的是誰啊 為什麼你覺得不可以 你覺得不可以是合理的嗎 因為我不斷在暗示看起來不可以 那剛剛舉手說可以的是 就你 來 為什麼你覺得可以 就是 我們現在用了一個 我們以前的Autoencoder都是 寬載寬 那 他為什麼要設計成寬載寬 我今天已經強調過非常多次了 那 可是問題是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啊 如果你是用寬載寬的網路 那寬載的部分 這個網路太小了 他拿來training一個 一般的分類模型 他顯得不夠用 所以我的模型勢必要設計成 載寬 載 然後做Autoencoder 那有那個 encoder 載寬的那個部分 拿來做分類 才會比較好 可是這樣子Autoencoder的 這個模型啊 他就顯然就喪失了數學的合理性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還覺得 他Performance可以提升 不知道 好啦好啦 我跟你講 我覺得 你剛剛可能亂橘通 沒關係 你沒有理解的問題 我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 還有機會提升啊 剛剛 我們說 784個數字 它要壓縮成32個數字 一定會有 資訊損失嘛 這是毫無疑問的 對不對 那如果 不把它壓縮 我是把它映射到 一個1500個 1500個數字上 難道它就不會有資訊損失嗎 你們覺得它會不會有資訊損失 有可能還是會有 有可能還是會有 為什麼 因為 你一開始的網路 不是真的設計成 Input 等於Output 除非你Trending非常非常久 Trend到它完全 Input等於Output為止 這樣有聽懂我意思嗎 實際上的流程 是這個樣子的 今天 神經網路是隨機出屎化的 對不對 隨機出屎化 我拿這784個數字 我一開始就是 隨機把它映射到某個地方去 那一開始 隨機映射的時候 會不會自然而然 就有可能會有一些群落 或者會不會就有一些空間沒有用到 很有可能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很有可能 那它在Trending的過程中 它覺得它已經可以還原了 它會不會繼續利用下面的空間 那些沒有用到的空間 沒有啊 你又沒有強迫它一定要把那個空間用完 所以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即使你把你的網路變得窄寬 它還是有可能 它還是有可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只是可能學的沒有那麼好 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剛開始的時候已經試過了 就是我們發現數字壓得越小 還原回去的圖越像真的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 它真正不能夠還原回去 真正不能夠還原回去的部分 是Autoencoder的部分 不好用 可是做Superlight Learning的這個部分 不見得就一定要寬窄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還是有可能會有用 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要思考這件事情 從本質上來講 你如果希望利用 Unsupervised Learning 來協助 Supervised Learning的話 你的Unsupervised的Data 你就是沒有Label 它就是沒有資訊 所以它本質上還是只能夠用那張圖 只是我們這裡用的是壓縮解壓縮模型 那之後你們抱著Paper會有人用很多奇奇怪怪的Model 但是它本質上還是利用那張圖片 因為它沒有其他Informatio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所以說 難道我們的網路就不能用大的嗎 你們現在已經知道答案是可以 這樣可以嗎 所以不見 如果說今天這世界上真理 假的真理真的是一定要寬在寬 那Unsupervised Learning的Model 勢必就一定要變小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就不是很好的結果 這樣可以 所以說 答案是可以的 今天我們來上最後一個部分 這兩個人有沒有人認識 這是一篇2006年的Paper 發表在Science上 這篇Paper我之前從來沒有講到過 但是這兩個作者有沒有人認識至少一個人 左邊那個 你已經看到他的臉很多次了 Jeffrey Hinton是吧 沒有錯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他真的是足夠被稱為人工智慧之父 因為所有 在每一個時刻的經典論文 他都在裡面 那我要告訴大家這篇Paper在做什麼事好 在2006年這個時候 你們覺得T度消失問題解決了嗎 解決不了對不對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他想到了一個方法 來解決T度消失問題 利用自編碼器 可是我告訴你 現在已經 第28頁了對不對 所以理我下課只剩下兩頁了對不對 所以這篇Science的論文 我只用了兩 我只用了兩頁的時間 就打算打發了 為什麼咧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的想法不 novelty 否則等一下我們聽聽你們覺得看他的想法是不是很厲害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T度消失問題早就被我們解決了 我們不需要2006年的技術 這樣可以嗎 好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這一篇Paper就是第一篇解決T度消失問題 嘗試的方法 我們來看他的idea是什麼 來 Autoencoder 這個 我們可以怎麼training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他一開始是784嘛 然後Output也是784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training一個網路 把784壓縮成300 然後再返回成784 這樣子這個網路 可不可以很 是不是就只有兩層聲 很容易training對不對 欸等一下那我 既然我已經training完了 從784到300 也有一個從300到784喔 那我可不可以再training一個 從300到150 然後再從150到300 我這樣每一次是不是都只training了兩層聲啊 然後最後把它疊在一起 然後我把這個部分去掉 這個部分我不要了 然後去接分類 分類器 你們有聽懂他在做什麼嗎 他利用了Autoencoder Input等於Output的特性 我每一次只要在中間加一層 然後讓他壓縮 壓縮一次 再還原出去就好 我沒有必要一次給他壓縮很深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一氣壓給他壓縮很深 是不是就遇到低度消失問題 可是如果我每一次training的時候 我都只有給他 就是原本是 原本算是65536 256乘256 我先壓縮成3萬 再還原成65536 那我中間要壓縮的過程可多了對不對 可是是不是可以透過 每一次只訓練一層這種方式 理論上網路就可以無限深 而且不會發生T度消失問題 因為你每一層是分開訓練 這樣可以吧 來 你看 這是那篇Size的Paper Figure 1 看一下他怎麼做的 他說 我們的Pretrain 就是我要把這個東西先壓縮成2000 接著training個2000到1000 1000到500 500到30 然後Decoder跟Intoder合在一起 最後再來Find New 這個想法厲害吧 你們應該很驚嘆這個想法吧 沒有 你們想得出來嗎 如果我沒有講的話 不過你們也不需要會了 因為T度消失問題已經被解決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 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學這個就是致敬前人而已 對不對 2016年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他只好用這種方法來訓練一個比較深的網路 好 這樣可以吧 這篇Paper 你看我這篇Paper都講完了 如果我給你們報這篇Paper的話 你們只要講到這樣子我就滿意了 因為你核心idea講完了 大家都會實現 頂多就是程式不會寫 對不對 然後邏輯上合理吧 對不對 用這種方式解決T度消失問題 那理論上網路真的是無限真 只是很麻煩而已 當然他還有其他缺點 那如果你想分類的那個特徵 比較細微 沒有辦法用Autoencoder 把他的劇類給分開 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跟0跟1這兩個數字差那麼多 那你用Autoencoder當然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 這個 就是向量表徵 但是如果兩張 胸部的光他們兩個差距很小 他們兩個差距只有幾個像素的差距 那你還原回去那幾個像素 是不是就很容易被 很容易被 就是 很容易認為雜訊 然後就把它去掉 那這個東西就學不好 所以對於很細微的差異來講 這個方法不好 這是這個方法限制 因為Autoencoder 他本質上就是會把細微的東西給去掉 細微的差異給去掉 好 來 這是我們今天的結語 自編碼器是一個特殊的模型 他還有很多應用的方式 舉例來說 他可以解馬賽克 解除馬賽克 你們覺得解除馬賽克這個功能好用嗎 不好用 想不到可以幹嘛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可以幹嘛 不過現在我跟你們講 你們現在想要解除解馬賽克 也不需要透過 自己訓練一個模型 直接丟給Charles GT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現在大圓模型什麼事情都能做 好這邊只是告訴你說 解馬賽克也是一個自編碼模型 你可以想像嗎 就本來是 784變成32 變成這個 慢慢變小變32 然後還原成784 對不對 那你變成只是 你有一張原始的圖 然後你故意把它變弧 你故意把它打碼 對不對 然後變成什麼 128input 然後一樣壓成32 然後最後再還原成784 這樣就解決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自編碼器可以用到非常多的地方 你看 解馬 解馬賽克 這個就是 解馬賽克 然後這個 去達訊 對不對 還可以拿來pre-training 最原始的功能 壓縮跟解壓縮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啊 因為有時候你訊號 比如說你要訊號傳輸的時候 你會希望傳送的訊息越少越好 對不對 壓縮解壓縮這個也很好啊 甚至拿來加密也可以啊 對不對 手上沒有decoder的話 誰看得懂你那個incode 你那個code 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所以他功能真的非常非常多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學到一個新的卷基層 叫反卷基層 好 下一節課 下一節課 我們會教大家自編碼器的下一個變化 叫變分自編碼器 變分自編碼器 會徹底幫助我們解決 我們的網路不再只能寬載寬了 我們會從數學上引入一個新的技術 讓那個網路可以快 載寬 載寬長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然後 他的圖像生成能力會變得更好 我們現在的圖像生成能力 一定要把他壓成二維 他才勉強有一些圖像生成能力 下一節課 我會在數學上解決他 然後 即使他是32維 甚至他是100維 他的圖像生成能力都可以變得很好 顯然會比今天好得多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你應該不會遇到 就做些少許 等那些圖像生成能力 又或者堅定 感谢观看